性侵三女童周五出狱 前空军坦承我怕再犯 在台南监狱服刑的前空军许荣州 坐牢11年后将在本周五出狱 他1997年第一次犯案 在台中将一名六岁女童抱到厕所性侵 当场以现刑犯被逮捕 判刑八年六个月 2001年假释 他又在桃园诱骗两名五岁女童 用手指性侵得逞 在遭法院判刑四年徒刑 精神科医师与专家鉴定 他是固定刑练同证者 再犯率高达88% 他多次接受访谈 对出狱也没信心 我怕自己再犯案 专家调查发现 他年幼长期遭父亲家暴 被父亲殴打后就去找女童丸 监察委员马一公 在纠正国防部令宗案件 发现许荣舟的个案 要求内政部在许荣舟出狱后 启动跨线市合作 却是掌握他的行踪 他应该是24小时的 GPS的科系监控 加上超过一年半以上的化学原格 以及认知行为治疗 这样可以降低他代表你20% 也就是给一些抗男性荷盟的药 让完全没有信誉 很多的妇幼 他们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据说这些人可能就已经在我们社区里面 东新闻综合报导